車輛車輛,偷拍你了 一年一度的換輪胎季節又來了 不知道大家換輪胎了沒有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B 昨天才見到我的朋友 他在加拿大,不知道是沙省還是亞省那邊 他下了幾寸雪 你知道加拿大的冬天,永遠都好像陰雲不散 希望我們不會,不過就算不要緊 就算下都是一天半天 最多就不出街,現在都沒有什麼地方好去 我今天就是來這裡,聰明 老闆聰明不聰明就不知道 不過老闆Samson 很老實 不要拍你了,不用怕 打格仔都有 本安利車今晚 今次搬完輪胎,現在很餓 要先去買肉補充蛋白質 八條胎,兩輛車 我又要由Storage 搬上車 換完之後又要由一輛車搬到Storage 因為我住condo 那些Storage 通常都要走一段路才到 所以現在是要吃蛋白質,補充體力 今天吃這間叫做Bento Boy 是我一間挺喜歡的小店 我覺得他的年輕人老闆是挺有心做的 所以我久不久都會來光顧一下 他賣的其實就是類似日式便當 但是我覺得是中式多於日式 不過價錢非常廉潔 味道也很好 而且他的份量,即是相對於價錢 CP值是挺高的 所以我也覺得是挺值得吃 而且他又可以儲存印花 儲存印花又可以自由的 所以也挺划算的 先拿東西吃 Thank you Have a good night, bye bye 回到家了 今天找了另外一個有利位置 你看到有些自然光是否舒服很多 因為現在日光時間長 好好利用一下日光 不用經常開燈 雖然我家已經用LED 即是比較省電 但是那些LED燈的燈光 始終不夠自然光 所以如果天氣好的話 自然光是最舒服 剛才就說過 我今天去這間店 就叫做Bento Boy 這張就是那張儲存卡 我就很大猛 每次去到都不記得帶 老闆就很好人 老闆Desmond 老闆Desmond 他經常提醒我 他說如果你下次帶回一些卡 我幫你加進一張 我這次就記得了 他一次過幫我把三張不同的卡 放回同一張 非常之好人 那為什麼我喜歡來這間店 其實就是第一 我都喜歡支持一些 Local Business 第二就是 我覺得這個老闆 是非常之有心 那你在他的出品 你是完完全全吃得到 他那種心機在裡面 因為像食神話說 煮東西 一字記之約心 今天就叫了兩個飯盒 第一個就是我太太吃的 我自己平時都是吃這個黑椒牛肉飯 或者有時候會吃它的吉列豬扒飯 但是今天為了幫大家試吃 就叫了兩個不同的 那這個就是我太太的 所以趕快吃完就給她 第二個就是豬軟骨飯 因為我知道豬軟骨 應該是一個挺熱門的飾品 我自己平時就很少吃 但是為了幫大家試一試 所以我今天決定自己轉叫豬軟骨飯 先吃黑椒牛肉飯 那這個日式便當就是9個7一個 有一兩個item好像貴幾毫子 就是看你試乎要些什麼食材 那你見到就是有些春卷 跟著有少少薯仔沙律 跟著有一個好大好大的飯 有少少粟米 跟著黑椒牛肉 黑椒牛肉雖然你看起來好像就靜肉 沒有肥沒有性 但是它吃起來是非常之軟 軟得來還有牛肉味 還有那個黑椒汁是調得很好味 很野味的 所以我自己平時都很多時候都點這個就是這樣 黑椒牛肉切的尺寸是剛剛好的 一口一粒 所以我就是說 有時候那些煮東西 那些心機就是放在這些位置 因為有些餐廳可能會切很大塊 那你有時候吃東西 其實口感很重要的 味道當然很重要 烹調方法都很重要 但是口感都一樣那麼重要 所以我就很欣賞它這裡 就是這樣 牛肉軟得來 但是不是用鬆肉粉拿軟的 因為它還有少少本身牛肉的味道 還有我說過它的黑椒汁是非常之夜味 它不會說超辣的那些 不是說死落黑椒那些 這些配菜我就不試著了 因為這個是太太的 我先給它 一會兒我試我自己的豬軟骨飯那些配菜 因為一樣的 就是所有飯盒的配菜都是一樣的 是你那個主菜不同的 然後輪到我自己的豬軟骨 我也是第一次吃它這裡的豬軟骨 豬軟骨其實都是一樣不是便宜的東西 但是你也看到了 四大塊 而且是非常之大塊 我就這樣夾上手味放進口 我已經覺得是很軟的 所以可以補一些我今早的腳骨力 春卷 春卷這些我私宜應該是買回來的 但是它選擇的食材是不錯的 因為它這個春卷是真的蠻好吃的 它是直接春卷來的 但是它拿出來就不會很寡的 而且它不會炸得很油膩很乾身 所以蠻好吃的 然後有薯仔沙律 它的薯仔沙律也是很好吃的 薯仔沙律你不要看它平平無奇 因為其實有些店舖的薯仔沙律 煮得很特別好吃 遲些帶大家去一間吃雞的店舖 它的薯仔沙律真的很出眾 不過這裡也不差 然後有粟米 粟米就是粟米 哎呀 然後就是主角的豬軟骨 豬軟骨是很軟的 你看到那些軟骨位 那些膠位是超多 然後那些肉呢 我現在夾上手是想斷想斷 它是真的煮得很軟 這個 不要說那麼多 先試一下 豬軟骨不需要多說一個字 絕又軟又入味 然後又多份量 夾起來你也看到 我一邊咬一邊斷開的 就知道它是燜得很鬆化的 那些肉 那些肉是超脆 超鬆化 就這樣用筷子已經夾得開 好像一把刀切到牛油 那樣的 我真的平時自己是衰的 因為那個人不是很好吃豬軟骨 因為外面吃過有幾間店舖 就感覺不太良好 所以我就很少點這個 但是今次為了拍片 就點了 也都是多謝大家 因為我要拍這條片 給大家看我點了 現在我又可以點多一種食物 不用吃來吃去都是那兩樣 那我今天為了節省時間 就上網訂餐 你見到現在的網站 已經是做得很完善 上網訂餐是非常之快捷又準確 如果大家是喜歡的話 其實我都建議大家 用上網訂餐會比較方便些 那你見到它的網站 就是中英對照 非常之清晰的 你拉出來就會見到有不同的選擇 例如說便當、拉麵、小食 另外有一欄還是一個叫做 Promotion 特價餐 但是特價餐就要前一天叫 我就自己整天都不記得 有這個option 所以我沒有試過吃它的特價餐 其實它的特價餐都是那些東西 不過價錢當然是便宜一點 另外就是它會還要送多個小食 它這個網站就不包括上網付錢 如果你要付錢 就要回到店舖那裡付 它是收信用卡、debit卡、現金 什麼都收的 你現在看到這裡訂完之後 就可以選擇時間 然後你選擇了之後 它又會傳電郵 又會傳短訊來確定你的命令 所以是非常之準確、非常之方便 如果大家是有空的又可以的 就繼續去支持一下本地小生意 我就建議不要經過那些 UberEat 或者Skip the Dishes 那些app去叫 因為其實那些app 他們收這些餐廳很高費用 如果我沒有記錯 是高達三成的費用 所以很多時候 你會為何看到那些價錢 在app上是貴過在店舖就是這樣 如果是真的想真心支持 我就覺得始終都是直接找他們下單 打電話也好 上他們的網站也好 然後再自己親身去拿 我覺得這樣就是一個最完美的支持方法 這間餐廳 你以它的出品、分量、價錢各方面對比 CP值我是覺得非常之高 所以我覺得是絕對可以值得一試的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是喜歡的話 就記得去訂閱、讚好、留言和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